炒馅料 洗粽叶 包粽子 还要煮一大锅的花生糊 许用此一志工在为校庆感恩会 及义卖会做准备 义卖会又靠近短五节 所以我就把这个机会找 我们来卖粽子了 然后我很感恩很多世界都配合 都很勤的来付出 希望筹到更多的钱来 在这个学校 也让很多人认识吃鸡 附近居民知道慈祭是 已被盈利办校后 也都来响应义卖 现场也设有书醒区 推广书时 书院父母平安吉祥 快快乐乐 孩子们奉茶 感谢亲恩 用实际行动把爱勇敢说出来 平时是不会跟爸爸说对不起 可能是比较 这样趁机可以奉茶 就送到讲出来 感动 就是第一 孝心不能等 第二就是做膳是不能等 这两样就是让我现在很想很想去做 有看到吗 刚才正在受饥饿很瘦的孩子 我们每个月的一块钱 让他们有一天三餐的温饱 鼓励小钱能够行大善 职工借此机会启发众人的善念 在捐钱的时候 讲到的一块钱 虽然对于我们个人是不重要 但是对于平穷的人是一个很大的付出 可以帮助他们的生活更加更好 每个人都出这一份力 社会就多一份爱的力量 大爱新闻 这下美志工李子萱 张智亮 莲文光 马来西亚报道